人生短短几十年了 我们说现在人生命长了 几十年 还是几十年 了不起一百多 我们翻遍历史 还有两百多的 还有四百的 渴望不可及 那个菜篮公 就活了四百多 怎么活的 我们在这个 《神经心灵篇》 教大家怎么 长寿 但是 即使传说中的彭祖 在下面 地下这个花名词 把他的名字 忘了 就像孙悟空一样 把生死不够了 那总有发现的那一天 一个生命 不管你是人 乃至于 超人 非人类了 只要有开始 就有结束 连宇宙 那都是有起 有灭 然后怎么样呢 重新再开始 你下次再来 但是 下次的你 完全还是你 何况说 你已经 没有这个记忆 这是天道法子 你喝了那碗水以后 你就什么都不记得 除非你是个特殊的人物 你先要是人物 然后再特殊 求道者 多如牛毛 得道者 风毛菱角 何况我们这些 普通的 肉体繁胎 那么怎么办呢 首先 教大家 在这个身心灵健康的一集 教大家传说 然后 最最主要的 就你一生 夫妇何求啊 你把有限的时间 做些有意义的事 那么即使走了 温馨无愧 温馨无愧 对自己 对家里 甚至社会 甚至身边的花花苍草草 会动的 不会动的 那都是有生命 你说我看不见 就没有生命吗 你说 就一个石头 有生命吗 我们现在科学发现 它里面的这个 细胞分子 都是有构成的 空气都是有构成的 只不过有些动得 很慢 还没有形成一个 很厉害的灵体 去主宰它 只不过有一些非常小 我们看不到 人 它的视觉 听觉 它几乎 连很多动物 都不如 人来太渺小了 偏偏 认为自己很庞大 那于天斗 其乐我雄 那是个别人 那个人 那个人一出来 自有真模糊 体 那我们怎么比呢 慢慢练 慢慢修 那说不定你也有机会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作为第一篇 开篇的 第一章 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人 我们人之为人 成为人类呢 那当然分为男人类和女人类 我们人一生 所要做的 所在乎的 这些 都要讲 那么 大概 就分成这么 十个章节 那怎么分的呢 我们用现在的 人所 共知 共鸣的一些词 所注重的一些点 即使它又不对 我们也要这样讲 因为这样 大家才能更深刻一点 不能动不动 就是古人的 说讲这个七财子路数 福路数七财 说三纲五常 什么君臣义 福福顺呢 还有几个顺呢 何谓君何谓臣 不知道呢 不再这样讲 所以我们就用现在的 这十个方面 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我们讲了 自己是搞中华道统 这是邓世强老师的学生 那么继先师之后 那在这个 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 之下 我们后背 继续 尽 心所能吧 天之家业 那我们这几个呢 是包含了人生的 于内于外的各个方面 也不讲怪力乱神 但是有些时候 言语中带着一些意思 你能懂 则懂 如果我们有缘 咱会继续讲这些 这个人之外的世界 那更加丰富有趣 因为人间有人间乐 我们也要尽其分 那之外的呢 心有余力 则可以去探索 先把人做好 这些是根据我们星盘 不管是自卑斗数 太乙 命宫牌法 不管是卦还是命 那是西方占星 它都是这么牌的 十二个宫 代表了你的六亲 你的这个身之外的一些事情 代表你心内心的一些事情 就搞出来 这些分类 又加以 总和归类 那我们有需要 看各个方面呢 你哪方面所需 做求 这下来我们 一个一个 讲解 这下来我们下来的 是什么 感谢观看